沙藻让许多没有鞋子的孩子受到了疾病 造成致命 救鞋救命是由青年宣教士杨佑任夫妇 与许多年轻的基督徒朋友们共同发起的活动 透过民众热心的捐助 多年来帮助了非洲地区无数的孩子 我们因为要寄送过去的物资 都是希望能够预防他们土壤里面的一种寄生虫 就是沙藻 所以呢我们是没有收拖鞋 凉鞋 这种开放性的鞋子 基本上我们是收包鞋 那也因为天气非洲这些地方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收这些长靴子或者是雪靴 那衣服的话当然也是不收冬天的衣服 外套大外套这样子 那所以是收薄长袖 薄一点的长袖或者是夏季的衣服都可以 杨佑任理事长表示 在非洲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帮助的朋友 民众可以将家中品质看用的男女鞋 或是夏季衣服 以及可以放入A4尺寸的各式包捐出 我们每一两个月就会开一次全国的这种寄送募集 等确定时间之后 确定是募集时间 大家就可以把这个衣服寄送过来 把鞋子寄送过来 那轻送的话是平常随时一到六 早上十点到六点以前 下午六点以前的时间都可以轻送过来 杨佑任指出未配合非洲地区的气候环境 民众所捐赠的鞋子 衣服及包包 有一些种类是不收的 乡亲民众可上网搜寻救鞋救命 里面都有详细说明 另外也欢迎有志的青年朋友 一起加入这个行列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